先看视频 就是这条超大八爪鱼 足足十斤重的 比我头还大 今天玩法上一口气吃完汤 什么味啊 能够十斤的软糖 今天师兄也来挑战一下 坏了 超大八爪鱼软糖 九十八块到 一个好大 一口气吃十斤碗汤 不敢信吗 模板的大小跟视频率差不多 但它其实啊没有十斤 标准就还在此面 前科也就是四斤重 这么大 我感觉它的份量 给我一天吃到饭那么多 这玩意真的有人能一口气吃完吗 今天师兄一天没吃饭了 刚好来挑战选了一只超大章鱼哥 发现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 点关注真是下巴 不信 先看 漂亮 快点没有水 麦芽糖尹 金鸡沙糖 剩下的都是食品 脸压剂 还有油花红 七线红 柠檬黄 两蓝四个色素 打开看 里面是这么大一只的章鱼哥 你知道八爪鱼和章鱼有什么区别吗 绿色的脑袋 红色的腿 无不有八个人啊 这么大一只 真的可以有人吃完吗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变 这红色长霸的兽胸 有没有亮望你的双眼 这么重啊 我都感觉他不准四季 咱们给他上车轰一下 看好啊 这是续皮桂链过的 续皮桂链后 实际加达至1818.1克 刺激都不大 而且他捏的很硬的 Q弹硬多了 感觉各线的内容软塑料 吃之前先给张鱼哥道歉 接下来直接转看吃完你 兽石凶测读 必须得不 不尝尝 先来报个头 这玩意鸡蛋好硬 是那种加倍硬的Q弹 这脚吃起来是草莓软的 我一条腿没吃完都已经感觉饱 这玩意甜的发念 说实话我不敢相信 别人能吃完它 都可评价